谢谢周叔叔送的新衣服 盼盼好喜欢 周叔叔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盼盼啊 周叔叔听到你醒来的消息 我立刻就赶来了 盼盼要赶紧谢谢周叔叔啊 你能苏醒过来 全靠周叔叔为盼盼找的专家才医治好的 盼盼谢谢周叔叔的救命之恩 盼盼不用这么客气的 你可是救过周叔叔和我奶奶两人的命啊 因为盼盼的苏醒 大家脸上又洋溢出了久违的笑容 陈兄 嫂子 既然盼盼已经醒来了 稍后我请大家一起吃个便饭 正好给盼盼补补身子 周兄 您实在太客气了 该是我们请您吃饭的 来到县城这里我本该尽地主之宜的 你们就不要推辞了 饭菜我已经命人去准备了 时间还早我带你们去我的服装厂参观一下吧 于是 周扬便带着大家来到了他的服装厂 哇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服装厂啊 杨阳哥 咱们穿的衣服就是从这里做出来的吗 没错的 小妮 借上卖的衣服都是这里做的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妈妈给我做的衣服 陈兄你看 这里就是我制衣厂其中的一个车间 这个车间主要是做一些外貌的衣服 周兄真是人中龙凤啊 看了你的制衣厂也更加激励我承包鱼塘的想法了 盼盼 记得之前那个爸爸就是在这里上班的 盼盼啊 这件事一会咱们吃饭时叔叔再和你们讲 叔叔也给你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周扬也把大家带到了隔壁的室衣间 嫂子 我为你们一家准备了几件衣服 你们快去室衣间里试试看吧 周兄真是有心了 就让盼盼和我媳妇他们选吧 我一个粗糙的庄稼汉穿不来这些金贵的衣服 好吧 陈兄 那我尊重你的想法 先让嫂子他们在这里试 家里那几个孩子的衣服你就给他们带回去吧 在周扬不停的劝说下 刘悦和盼盼也走进了室衣间 二人不一会就换好了新衣服 陈兄你看嫂子和盼盼换上新衣服更加好看了 周先生过奖了 谢谢您的好意 谢谢周叔叔送的新衣服 盼盼好喜欢 媳妇你穿这身衣服我都认不出你了 傅老七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不过我也觉得这衣服有些太耀眼了 还是换件朴素一些的吧 嫂子那你就再试件朴素一些的 把这两件衣服就都带回去穿吧 刘悦又连忙换了一件朴素一些的裙子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现在就去饭店吧 周扬安排大家来到了县城里最大的和平饭店 这里奢华的装修和美味的饭菜也惊待了大家 哇 周兄你这真是太贝费了 这里吃一顿饭要花不少钱吧 陈兄不必在意的 为了庆祝盼盼能康复出院 这些都不算什么的 我还是第一次进这么好的地方吃饭 这好多菜我都不认识啊 这里好漂亮啊 比我家里都要漂亮好几倍呢 那虾都和我脸一样大了 小妮姐姐 咱们抓的小鱼小虾应该是他们的宝宝吧 咱们这次要吃他们的爸爸妈妈了 盼盼我也是这么想的 咱们可以把它们吃到肚肚里 让他们在咱们的肚肚里团聚 我都想爬到桌上去吃了 都缠挥我了 看你那没见过身边的药 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你口水都掉到我身上了 还怪我不矜持 听到孩子们的谈话 几位大人也被逗得喜笑颜开 周叔叔 你还没有和盼盼讲之前那个爸爸的事情呢 和风已经被我开除了 之前是念在盼盼的情分上我才提拔他的 如今也看清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品性 而且他们也并非是盼盼你的父母 我没必要给他们留面子的 周扬帮陈家出了口恶气 刘悦他们内心也舒畅了许多 和家夫妇也还在为要去陈家请罪的事犯愁 你说盼盼他会帮咱们去和周扬求情吗 这我哪知道啊 咱们之前那么虐待盼盼 不知道孩子心里会不会记仇 我觉得即便盼盼愿意帮咱们求情 陈家人都不会同意的 别想那么多了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没有了收入咱们家这几个孩子可养不活啊 目前也就老大和老二懂点事 乐乐那个白眼狼不要也罢 我也懒得去找他了 而乐乐这边也应在外两天没有进食 晕倒在路边了 老头子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闺女 怎么就倒在路边没人管呢 看着穿着像是个富贵人家的闺女 咱们先把她救回养 等她父母找来还能换点钱用 于是乐乐也被老夫妇二人就回了家中 今天真是让周兄你破费了 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 还要让你来花钱请吃饭 周先生还送给了我们这些衣服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你们不必客气的 比起盼盼对我家的恩情 我所做的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那周兄有时间一定要到我们家做客 我们夫妻二人一定设家宴招待你 周叔叔我们就在明河村住 你一定要来哦 好好好 周叔叔记得盼盼住在哪里 叔叔一定会去你们家做客的 周叔叔一言为定哦 骗人晚上可是会尿床的 大家也被盼盼天真的话所逗笑了 和周阳道别后 盼盼就跟父母回到了家中 爷爷奶奶和哥哥们 见到盼盼平安的回来了 他们也从提心吊胆中解脱了出来 爷爷奶奶 哥哥们都怪盼盼不好 让你们担心了 是我们这些大人不好 没能保护好盼盼 今后一定不会再让盼盼受到伤害了 我们今后就寸目不离地陪在盼盼身边 不会让任何坏人接近盼盼的 哥哥们 周叔叔还让我给大家带了新衣服 你们快把衣服换了吧 周先生还请我们去和平饭店吃了饭 我们把剩下的饭菜也都带回来了 有好多都是咱们从没吃过的东西 盼盼你和妈妈的衣服 也是那位周叔叔送的吧 你们穿上可真好看啊 好了快别夸我们了 还是换上你们的新衣服试试看吧 再让爸爸帮你们把头发都修剪一下 陈忠便带着四个儿子进屋换衣服 还帮他们修剪了头发 哥哥们穿上新衣服 可真精神啊 是啊 我们家这几位小伙子都很帅气啊 还是托盼盼的福 才能收到这么好看的衣服 盼盼平安地回来了 我们也该忙之前的事情了 孩子们一会就都跟着我走吧 陈忠先带孩子们来到了新房这里 正好你们几个上学的也都放假了 没事的话就来新房这里帮帮帮忙 这样咱们才能尽快把新家建好 爸你放心吧 我们已经放假了 一定会帮着家里盖新房的 从新房那里离开 陈忠又带孩子们来到承包的鱼塘这里 我现在比较愁的就是这些鱼塘 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爸爸你不用担心的 有盼盼在他可以无限给你往鱼塘里抓鱼的 看你妹妹好点了 你就又开始使唤你妹妹了 爸爸盼盼已经好了 盼盼能帮爸爸养小鱼的 我们盼盼最乖了 爸爸一定会把这个鱼塘搞好的 你们就放心吧 第二天一大早 陈家人都开始忙着干农活 而一辆小轿车缓缓地驶进了明河村